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向前冲锋 直到被对方球员拦截 其次通过传球和接球 只要球是在落地前被接住 接球手便可以获得马术 防守方可以把进攻方的持球队员 撞倒在地或者拦截他 为了防止被拦截 进攻球员竭力将对方球员阻拦在外 这叫阻挡 最后来介绍踢球 就像足球运动中的守门员 把球开出底线一样 橄榄球中的气球手将球尽力踢向对方的领地 因为对方需要从球落地的位置进行反攻 所以球踢得越远越好 踢球手负责开球和认一球 他们很有可能一脚定江山 美式橄榄球需要六个基本的技能 在每个回合中 你肯定都会看到至少两种技能 有时候会有四个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